美国爆出有史以来最大宗的大学入学舞弊案 司法部揭露多名好莱坞明星家长和大型企业高层 利用金钱和关系伪造成绩和学历 为子女铺路进入名校 目前至少有50人卷入了行贿舞弊案而被起诉 其中两名是案的好莱坞明星的身份曝光 分别是霍夫曼和陆格林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 揭露一项震惊美国上下的控状 著名好莱坞明星妈妈、企业高管、大学教练 兼考人员和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等50人被起诉 而他们通通涉及美国最大宗的大学入学舞弊案 控状揭露美国好莱坞明星或企业高管 如何靠前铺路让子女入读名校 而这些招生欺诈的幕后黑手 都是由一名加利福尼亚男子 自称升学辅导咨询师的性格操作 新格营运一家名为关键全球基金会的 非盈利机构作为幌资 实际上他安排假考试、假资质 还有假体育成绩 将孩子打造成雪霸 让他们被竞争激烈的名牌大学录取 而涉案家长随后只要将巨款 汇入一个无需缴税的机构账户即可 Singer's clients paid him anywhere between $100,000 and $6.5 million for this service though the majority paid between $250,000 and $400,000 per student This case is about the widening corruption of elite college admissions through the steady application of wealth combined with fraud 新格操作的手法简单 透过两种方式确保学生入读名校 第一 他利用涉案家长支付的美金 贿赂考试管理人员 受惠的管理人员会提供考生答案 修正他们的答案 或让第三方冒充考生参加考试 第二 新格会直接贿赂教练 将他们塑造成教练希望招募的顶级运动员 有时 他甚至把申请者的头像 以花揭幕到网上搜来的运动员照片上 作为申请文件 递交大学 新格面对敲诈 勒索 洗钱 欺骗联邦政府及妨碍司法等罪名 检方表示他已经同意认罪 很多学生都没有知道 是因为几乎的几乎成为罪名 包括 但并不限于 骤识 测试 测试 和完整的研究研究研究预定 被其他学生成为适合 当实在是完整的完整 武毕案曝光后 涉案名单也公诸与世 八所涉案大学 包括乔治城大学 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在内 至于司法部起诉的对象 有33名家长 他们全都落网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名美国女演员 分别是绝望主妇主演霍夫曼 和依靠欢乐满屋走红的陆格林 陆格林被控行贿50万美元 让两个女儿以翻船体育特长生的身份 成功入读斯坦福大学 实际上两人根本不会划船 而陆格林的女儿吉安努里 是一名拥有200万订阅者的优管网红 曾分享上大学完全是父母的安排 但她完全不在乎功课 可惜的是如今司法如何追责 过去几年被暗箱操作挤掉的优秀学生 已经永远失去进入名校的机会 我感觉我感觉有很多人在高校 从高校的高校没有最好的教育 不是很难掌握的 我们没有对立场上的资产 然后也被人赶索得赖 然后就会给人赚在一个位置 非常难以为 随着美国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案件 进行庭审 相信还有更多招生黑幕和涉案人员 会陆续公开